这几年来国具女王菲姐干预会跟前男友丁杨基之间 在分手之后不仅有官司在诉讼 双方都指控对方的不是 前天周末又有自称菲姐助理的人 拿着大声工背着大型看板 到北部的百货公司跟卖场装柜闹场 说丁杨基欠债不还 2018年9月18号上午 丁杨基特别在台中召开记者会表示 他本人跟公司跟菲姐之间没有任何债务关系 两个人的官司也还没有定验 根本没有欠钱不还这回事 闹场的原因是说我欠他钱 那其实我根本哪有欠他钱 我个人跟公司都没有欠他钱 有的话也在诉讼中大家是有争论的 丁杨基也拿出资料强调 菲姐虽然说自己一无所有 名下却有时间房产 身价高达10亿元 当时他公司赢余2亿多 就被菲姐拿走3亿 还到处说他忘恩负义 让他觉得十分难过跟困扰 而且公司的专柜经常被闹场 让百货公司也不太愿意跟他续约 3年前就把郭聚代理权给转让出去 结果对方又跑到百货公司闹场 造成无辜第三者的困扰跟损失 其实这个是很冤枉的事情 也没有这种事情 那他借这个理由就去商场闹场 他冤有头载有主 他其实就算真的欠他钱 他也不应该用这种手段 去伤害到无辜的第三者 在今天的这场记者会之后 郭聚女王菲姐干预会 在接受记者电话访问时表示 她会在了解丁阳基今天的说法之后 再做出回应 是菲姐 菲姐她是说你派人到百货公司去闹场 有点太过分了 那这个结果 我派人 我派人公司讲 这个事情我说我之后 我那已经去你们回报 因为在那去 都是不完整的不好的 这个事件到了最后 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不过丁阳基表示 百货公司的闹场 造成社会乱象 他觉得十分抱歉 他跟律师讨论之后 可能会采取法律行动 维护自身的权益 跟企业形象 还给自己一个公道 记者肖又金 杨静 陈文旭 台中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